他利害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本身都很熟读历史的 他就将历史的那些缺衡 就加了他的缺衡里面 所以我们这些读者 我们会研究他 就好像碧血剑我们这么说 这名说到金庸小说就会双眼发亮 侃侃而谈的拿都罗国文 是马来西亚金庸小说研究总会会长 这个总会在今年8月成立 两个月来累计超过250名会员 身为会长的罗国文 原先计划11月到香港拜见金庸 只可惜 香港还是会去 却变成了致哀 吊咽 感觉是很突然 当然是很突然 都难过 但是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著作 那些作品 其实他的精神都永远陪伴我们左右 江湖上有一段话 就是说有华人的地方 全球有华人的地方 有金庸先生的作品 永远都会在我们的心中 他的精神永远都会在我们的心中 会员们原定明年3月主办武林大会 活动内容包括把金庸小说搬上舞台演话剧 并邀请歌手翻唱金庸小说经典名曲 同时邀请金庸前来大马共襄胜举 原本我们是 plan for 明年的3月的 我们将会邀请杨兴安博士 就是香港小说会协会的回长 杨兴安博士 华国文从香港回国后将会号召我国金庸迷一起办追思会追议金庸 原名为查良庸的金庸老先生于10月30号 在香港养和医院与世长辞 虽然他离开了江湖 但他留给读者的武侠经典会一直流传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